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M1 News 今天跟大家讲讲集特会 今早我和我老友精神书局老闆Tony 讲集特会的时候 他问我这次会有成果 我说应该多少有点多 我说的时候表情有点牵强 因为我估计应该没什么 但现在的结果 我想和我的初头估计都差不多 从一些眼见到的东西去看 你看看两个半钟头的饭局 在中方可以说是严阵以待 大家的表情或身体预言都相当紧张 中方就一贯非常有队型 藍色、深色的领胎 大家都很整齐 但美方方面真的有点自由与不羁 特朗普打红胎 其他有黄色、灰色 但美方的自由角度下的不羁 我认为这次两个国家之间的会谈 最后得来的成果就是停战90天 在几方面来说 中方承诺了会加大采购 以减低两方面的贸易不平衡 但其实看回这个究竟是否好的成果 我们从一些新闻报道上 可能都有些端倪 先说新华网在12月2日下午1.50分 其实他发了一个新闻稿是这样说的 那个标题就是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伍》 这个标题相当平板 亦都没有将今次的所谓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传媒机构》 所以战略意义相当大 所以他的一些写法 其实都很代表到官方的立场 明显地今次这段新闻稿 就没有将所谓90天当成果 反过来说 其实你从这篇新闻稿里面 也都看到 是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出发 是相当之明显的 例如第二段 他就是习近平指出 中美在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方面 共同是肩负了重要的责任 下一段就是特朗普赞同习近平 对两国关系的评价 再下两段就是关于经贸问题 习近平的强调 中美作为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 经贸往来十分密切相互依赖 下一段就是习近平展述了 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全部都是习近平当主角 特朗普只是在整篇新闻稿里面 出现的次数又不多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也没有特朗普的意见 一种发表在里面 反过来看 美国一些民间的新闻媒体 他们又怎样说呢 例如CNN很直接了当 说在农业、能源和其他方面 中国会加大采购 减低贸易的不平衡 而与特朗普相当老友的Fox News 这个博士电视台 那个新闻在网上可以看到的一些新闻消息 就直接说了 就是说美国和中国 就是同意了90天 就是希望拿到这个时间 去大家谈计 如何去减低大家之间的贸易上的一些差异 很明显地就是 你看看两个国家 他们的一些新闻消息 就看到 其实大家对于今次的习特会 有一个不同的理解 或者不同的想法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也看到 比如我刚才说的Fox News 其实他也有提到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 用了incredible deal 这个字眼形容今次是一个怎样的一回事 其实将他译中文是一个极好的协议 类似是什么意思 很明显地就会见到 就是说 我想在美方来说 尤其是白宫方面 他们发放消息的时候 就觉得今次其实是拿到很好的成果 那反过来说 一边觉得好 另一边是否也觉得好呢 是否真的一个双赢呢 明显地今次 我想在中国的立场来说 就未必觉得是 所以对于国内的消息发布 都是比较上 我觉得都不是说 当是一个好消息 这样去令到国民有一个的了解 这个其实会不会令到 习近平在往后的日子里面 重新评估过与特朗普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大的可能性 因为我想特朗普 玩贸易战这个议题 已经一段时间了 回来回去 几次的上上落落 又谈又不谈之下 最后都只是在大家的领导人会面 都不能够达成一个比较长远的协议 我想习近平应该对特朗普都很失望 那你说往后 其实会怎样再去对待中美关系 我想我暂时都是偏淡居多 所以究竟这件事是否真的这样 亦都特朗普会不会玩过火位 我想大家在往后的日子 应该不远 因为只剩下90日时间 究竟90日后又会怎样呢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下一次再跟大家聊